印尼碧丸十大景点 印度尼西亚在东南亚 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 人口超过2.7亿 为世界上第四 主要信仰接近九成为伊斯兰教 主要种族族群为 爪哇人詹四成 印尼语为官方语言 和马来西亚语相近 这一次 我们一起来看 印尼碧丸的十大景点 第十 南榜喀拉喀托火山 南榜喀拉喀托火山 是一座火火山 位于印尼爪哇岛 和苏门达拉岛之间的 迅他海峡 它是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这座火山是从苏门达拉岛 延伸到爪哇岛的 被称为迅他岛湖的火山链的一部分 喀拉喀托火山 是一座成层火山 这意味着它呈圆锥形 两侧陡峭 中央有一个火山口 这座火山圆高813米 多次喷发至今已降至110米 它由四个重叠的圆锥体组成 这些圆锥体由山脊和熔岩流连接 喀拉喀的喷发 因其规模大和破坏力 而具有历史意义 1883年 喀拉喀托火山喷发了 指数第六级的爆发 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火山喷发之一 这次喷发以及引发的海啸 导致周边地区5万多人丧生 火山喷发还产生了远在欧洲和北美 都能看到的火山灰云爆发的威力之大 5000公里外以上的摩里西斯都能听到 并造成喷发后的四年 全球异常寒冷 自1883年以来 该火山持续不定期喷发 最近一次喷发发生在2018年 在这些喷发期间 喀拉喀托火山产生熔岩流 火山碎屑流 火山灰云和火山泥流 这些火山喷发可能会对附近的村庄和城镇造成破坏 并由于火山灰云遮挡阳光而扰乱航空旅行 喀拉喀托火山也是许多独特植物和动物的家园 因为它位于海洋中央已是隔绝 喀拉喀托岛上有200多种植物 包括蕨类植物 苔藓 蓝花 棕榈树 竹子 和灌木 还有几种鸟类 如带妹 白富海雕 鱼鹰 翠鸟 鹦鹉 鸽子等等 喀拉喀托火山是印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那些寻求冒险 或想要近距离体验大自然的人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尽管它具有破坏力 但它仍然是印尼最具标志性的地标之一 第九 中爪哇普兰巴南寺庙群 普兰巴南寺庙群位于印尼爪哇中部 是东南亚最大的印度教寺庙群之一 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也是印尼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寺庙群由八座主要寺庙组成 周围环绕着数百座较小的神社和寺庙 主要的寺庙建筑群建于公元850年左右 由马塔兰王国建造 该王国是一个印度教佛教王朝 从公元732年到1045年统治中爪哇 主要的寺庙供奉着印度教的三大神 梵天 创造者 提师奴保护者和师婆毁灭者 每座寺庙都装饰有描绘印度神话场景的复杂雕刻 主要寺庙周围环绕着数百座较小的神殿和寺庙 其中许多供奉着其他印度教神灵 其中包括 甘尼萨象头神 杜尔加力量女神 阿贾斯蒂亚和哈努曼侯神 还有供奉当地找哇神的神殿 例如 哈恩YD瓦萨和哈恩塞万 普兰巴南寺庙群是来自印尼各地的朝圣者 前来参拜他们的神灵的重要场所 每年数以千计的人到此参加宗教仪式 例如婚礼、葬礼和其他特殊场合 在这些仪式中 整个建筑群的各个神殿都会向神灵献上鲜花、训香、食物和金钱等贡品 普兰巴南寺庙群也是当地人和游客的重要文化遗址 游客可以探索各种神社 并通过其建筑和雕塑了解爪哇文化 该综合体还成年举办许多文化活动 包括传统舞蹈表演、木偶戏、贾麦兰音乐会 瓦阳库利特皮影戏、艺术展览、电影放映、腊染制作或木雕等传统工艺工作方 普兰巴南寺庙群是任何有兴趣探索印尼文化 或了解更多关于东南亚印度教的人的庇游之地 凭借其令人惊叹的建筑和丰富的历史 它一定会成为一次难忘的体验 第八 北苏门达腊多巴湖 多巴湖是位于印尼北苏门达腊高原的一个大型天然湖泊 它是东南亚最大的湖泊 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之一 该湖由大约75000年前的一次火山喷发形成 现在被郁郁葱葱的绿色丘陵和山脉所环绕 该湖面积达1145平方公里 比彰化线还大 平均深度为450米 它由多条河流供水 包括从多巴湖流入印度洋的阿萨罕河 湖面呈不规则形状 湖中散布着几个岛屿 最大的岛屿是沙摩西岛 面积达630平方公里 湖水清澈见底 沿岸点缀着小村庄和度假村 周围的山丘覆盖着热带雨林 是许多鸟类和动物的家园 湖边还有几处温泉 是热门的旅游景点 多巴湖周围地区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居住 人类住区的证据 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 今天 它是各种民族的家园 包括粘盖地区人口大多数的巴塔克人 多巴湖因其自然美景 和文化遗产而成为热门的旅游圣地 游客可以探索沙摩西岛 或乘船环户游览传统村庄 或探索附近的瀑布 海岸线上还有几个度假村 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 或参加各种活动 如钓鱼或在清澈的湖水中游泳 除了自然美景 多巴湖还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文化体验 因为它是许多传统仪式的举办地 如婚礼或葬礼 至今仍按照古老的习俗举行 多巴湖可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体验 将令人惊叹的自然风光 与迷人的文化遗产相结合 成为印尼最受欢迎的旅游地之一 第七 西爪哇乌龙库龙国家公园 乌龙库龙国家公园 是位于印尼爪哇岛 最西南角的一个保护区 它是爪哇仅存的滴滴雨林 是各种冰围物种的家园 包括爪哇犀牛 它现在被认为 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哺乳动物之一 盖公园于1991年被宣布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占地面积1206平方公里 盖公园由一个半岛 和几个近海岛屿组成 包括帕奈坛岛和汉德鲁姆岛 南 西濒临印度洋 北冰逊他海峡 地形主要是滴滴雨林 部分地区是红树林 公园的最高点海拔830米 公园的植物区域包挂500多种树木 包挂幼木 桃花心木 田木和檀香木 还有许多兰花 蕨类植物和棕榈树 动物群包挂200多种鸟类 例如蜥鸟 翠鸟和鹦鹉 侮辱动物包挂 豹 野猪 鹿和猴子 爬行动物包挂 蟒蛇 眼镜蛇和巨蜥 公园的形成 主因为卡拉卡托火山 1883年的大喷发 当时形成的海啸 与厚达30公分的火山灰 引发了附近居民的死亡与迁移 并成为各样物种的天堂 乌龙库龙国家公园 已被国际鸟盟指定为 重要的鸟类保护区 因为它对爪蛙鹰雕 和爪蛙搅消 等受威胁物种 具有重要意义 它还为爪蛙蜥 豹猫 亚洲象 和野生水牛等多种 并为哺乳动物 提供了嬉戏底 该公园还为如根海龟 和海豚等海洋生物 提供了重要的嬉戏底 乌龙库龙国家公园 因其独特的野生动物 和迷人的风景 而成为重要的 生态旅游目的地 游客可以步行 或乘船游览公园 观察野生动物 或参加浮潜或潜水等活动 乌龙库龙国家公园 为地球上其他地方 找不到的许多冰围物种 提供嬉戏地 在保护爪蛙的生物多样性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还作为爪蛙大陆海岸线上 人类住区与近海岛屿之间的缓冲区 这些岛屿是众多受捕鱼 或发木等人类活动威胁的 特有物种的家园 通过保护这个独特的生态系统 免遭进一步破坏 它确保子孙后代 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享受它的美丽 第六 东爪哇婆罗摩火山 婆罗摩火山位于印尼东爪哇 是一座火火山 也是该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它是腾格里地块的一部分 腾格里地块还包括巴托克火山 和塞梅鲁火山 这座火山海拔2329米 周围环绕着广阔的沙海 婆罗摩这个名字 来自印度教创造之神 梵天的爪哇语发音 这座火山是婆罗摩国家公园的一部分 是徒步旅行者和摄影师的热门目的地 它提供周围壮观的景色 由于其独特的地形 通常被称为月球景观 游览婆罗摩火山的最佳时间 是在日出时分 此时 您可以看到 当太阳从山坡上升起时 出现在山坡上的美丽色彩 婆罗摩火山顶部的景色 令人叹为观止 游客可以欣赏到周边地区的全景 包括其他火山 如巴托克火山 和赛梅鲁火山 婆罗摩火山周围地区 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居住 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恶劣的环境 腾格里人被认为是满着薄伊皇室的后裔 他们在公元1520年 被另一个王国入侵后 逃离了他们的王国 他们仍然实行传统仪式 例如在全年的特定时间 提供食物以安抚他们的神灵 自1804年以来 婆罗摩火山一直是一座火火山 此后发生了几次喷发 其中包括2004年的一次喷发 对附近的村庄造成了一些破坏 但幸运的是 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 尽管有这项活动 但有与其迷人的风景 和独特的景观 它仍然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游客可以参加各种活动 例如徒步前往火山口或乘坐吉普车 游览火山口 以获得更舒适的体验 婆罗摩火山附近也有许多住宿选择 适合那些希望长期住宿 或只想体验这个美丽地区 所提供的一切的人 婆罗摩火山 以其壮丽的景色和独特的地貌 为游客带来难忘的体验 使其成为东爪哇的必游景点之一 第五 巴黎岛野生动物园和海洋公园 巴黎岛野生动物园和海洋公园 是位于印尼巴黎岛及安雅的 世界级野生动物园 占地40公顷 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野生动物园 该公园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60多种动物 包括苏门达拉虎 科莫多巨蜥和猩猩等珍惜并为物种 公园提供各种活动 供游客享受 客人可以步行游览公园或乘坐露天电车 在导游的带领下游览 全天还有几场动物表演 包括海狮、大象、猛禽等 游客还可以参加未长颈鹿或骑大象等互动活动 除了动物景点外 巴黎岛野生动物园和海洋公园 还设有各种餐厅和商店 出售纪念品和其他物品 游客还可以享受多种水上游乐设施 包括漂流和游乐设施和波浪池 该公园致力于保护工作 并制定了多项计划来帮助保护苏门达拉湖等兵为物种 他还与当地社区合作促进可持续的旅游实践 造福渔人和动物 巴黎岛野生动物园和海洋公园是适合家庭旅游的理想行程 凭借其广泛的景点 活动和保护工作 他为每个人提供了乐趣 第四 印尼缩影公园 雅加达 印尼缩影公园是位于印尼东雅加达的文化主题公园 在1975年开幕 该公园分为代表印尼各省的几个部分 印尼缩影公园的主要景点是围形印尼部分 其中展示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地标的围形复制品 其中包括爪哇中部的普罗福图寺 日有的普兰巴南寺和雅加达的独立宫 还有各省传统房屋的复制品 以及传统舞蹈和音乐表演 公园内还有各种博物馆 例如纺织博物馆 文化博物馆 历史博物馆和自然博物馆 这些博物馆展示了来自印尼不同地区的手工艺品 例如传统服装 乐器 武器 陶器 珠宝等等 还有几家艺术画廊展出印尼艺术家的作品 除了这些景点 印尼缩影公园还提供各种娱乐活动 如水上运动 卡钉车 彩蛋射击 骑马 射箭 钓鱼 露营等 还有几家餐厅供应当地印尼美食和国际美食 公园还全联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如传统舞蹈表演和音乐会 印尼缩影公园已成为印尼文化和民族自豪感的象征 是任何想要亲身体验印尼文化 或与家人或朋友一起玩乐的人的好去处 凭借其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各种景点和活动 难怪这个主题公园已成为亚加达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第三 科莫多国家公园 东努沙登加拉 科莫多国家公园是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的一个保护区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 科莫多巨蜥的家园 该公园成立于1980年 198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粘地面积1817平方公里 包括三个主要岛屿 科莫多岛 林卡岛和帕达尔岛 该公园以其独特的野生动物和迷人的风景而闻名 主要景点是科莫多巨蜥 它可以长到三米长 重达70公斤 公园内发现的其他动物包括野猪 水牛 鹿 猴子 蛇 鸟类和各种鱼类 公园周围的水域也是海豚 鲸鱼和福分的家园 科莫多国家公园的地貌多变而美丽 这里有覆盖着热带草原的崎岖山丘 也有被清澈海水环绕的白色沙滩 这些岛屿还拥有众多珊瑚礁 为海龟 鲨鱼和五颜六色的热带鱼等各种海洋生物提供了稀稀地 科莫多国家公园为游客提供各种活动 如浮潜 潜水 徒步旅行和观鸟 游客还可以参加护林园带领的游览活动 从而有机会在自然稀稀地观察科莫多聚息 还有多种住宿选择 从基本的露营地到附近岛屿上的豪华度假村 如吉利爱尔岛或吉利美诺岛和莫多国家公园 因其独特的野生动物和迷人的风景 而成为印尼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它为游客提供了难忘的体验 将伴随他们多年 第二 巴黎岛海神庙 海神庙是位于印尼巴黎岛西南海岸的热门旅游圣地 这座寺庙坐落在印度洋近海的一块巨大岩层之上 它是位于巴黎岛海岸的七座海神庙之一 被认为是16世纪印度教牧师尼尔萨的杰作 寺庙建筑群由多个神殿和亭子组成 其中一个主神殿 供奉巴黎岛印度教中的海神巴鲁纳或海神巴塔拉 这座寺庙的名字在巴黎岛语中翻译为海中之地 据说有毒海蛇守卫 保护它免受恶灵侵害 这座寺庙在日落时分特别受欢迎 游客们蜂拥而至 一睹其壮观的海洋和周围景观长潮时 游客可以步行穿过连接海神庙和巴黎岛大陆的天然桥梁 退潮时游客可以探索海神庙周围的岩石漏头 并为其独特的建筑拍照 寺庙建筑群还包括几家餐厅和纪念品商店 游客可以在那里购买传统的巴黎岛手工一品和小吃 海神庙全年还举办多项文化表演 包括传统舞蹈 如开客火舞和立共舞 游客还可以参加各种宗教仪式 例如进化仪式 或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为海神巴鲁那献祭海神庙 是巴黎岛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壮丽的景色使其成为巴黎岛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无论您是在寻找精神体验 还是只是想欣赏一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 海神庙绝对应该在您游览巴黎岛时列入您的名单 第一 中爪哇婆罗浮屠 婆罗浮屠寺是一座建于九世纪的大圣佛教寺庙 位于印尼爪哇中部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和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 被认为是印尼最伟大的建筑作品之一 这座寺庙是由夏连特王朝建造的 它在八世纪和十世纪之间 统治着中爪哇的马达兰王国寺庙 由九个堆叠的平台组成 六个方形和三个圆形 顶部是中央圆顶 墙壁和栏杆上装饰着2672块浮雕板和504尊佛像 中央圆顶周围环绕着72尊佛像 每尊佛像都坐在穿孔的佛塔内 这座纪念碑既是佛祖的圣地 也是佛教朝圣地 1814年 十人爪哇省副总督的托马斯来佛式爵士 重新发现了婆罗浮屠寺 从那时起 他已经修复了数次 最近一次是在1975年至1982年间 由来自印尼、日本、法国和美国的国际专家团队修复 婆罗浮屠寺是印尼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它反映了公元八世纪建造期间 古代爪哇人的文化和信仰 它还提醒人们 在公元15世纪 伊斯兰教成为主要宗教之前 佛教曾在印尼广泛传播 自1991年以来 这座寺庙 因其对人类的文化意义 而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自2007年以来 由于其建筑之美和历史重要性 它也被公认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今天 婆罗浮屠寺 永然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的重要朝圣地 他们前来这座神圣的佛寺 向佛陀致敬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 前来欣赏他的宏伟壮丽 同时 了解他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看完了 帮帮忙按个订阅吧 有想要探索的国家 地点 也可以告诉我们哟